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大学本科毕业生 九百五双一流哲学本科 精通德国古典哲学 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京都学派 文化批判理论 检收近代欧洲史 民族史 环境学 中国哲学 解放神学 这位女士如果要找事做是相对困难的 但是读马克思思想 那又怎样 这个就是 为什么她揽这个派出来 就是要犯 即是她到今天大学毕业之前 她都找不到东西做 这位武汉的小姐姐 告诉大家她是一个本科生 当然她这一个履历 在中国来说是难找的 因为她不是一个公科 就是说你读其他各方面 但是也都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失业率 究竟有多严重 当然还有妄存 妄存的 就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高达80% 这个数据怎么计 现在中国 是有600万的 16岁至24岁的人失业 这个是去到5月份 但是不要忘记 来到今个月 一共是多了1152万的大学生 还没计算科研和中学生 他们不升学 这班人的就业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究竟有多少人 那当然了 妄存是80% 接着有一家大学 她说了她的科目出来 她说她们全级毕业的 就是全班毕业的大学生 一共350人 只有两个人 你没听错 是两个人找到工作 而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 通常来说 你大学 临毕业之前一年 那你就会去各大企业实习 譬如你读金融的 你就会去金融体系实习 譬如你读医生的 你就去医生 你要教学的 就会有实习生 通过实习 你就会得到你的职位 而最重要的就是先优待 就是今年的新生 如果你毕业了两年 而你找不到工作做的话 你不是新生的话 你找工作做的更加艰难 你是新生的话 始终你都有一个实习渠道 你就容易获得单位的分配 那今时今日告诉你 350人的班别 只有两个人 找到工作做的 那你如果用这样的比例 今届的大学生 就是80%失业 似不似啊 好像不似的 所以网络现在传着这个女孩 和另外一些失业的问题 我自己有两个亲人 今年读大学 一个当然是我三哥的女儿 她考成绩很好 她一定会上到大陆那些 995啊 985啊 211啊 这些顶尖大学 另外一个 我小时候 她一出生 我就当她是个女儿一样 她心系家国 她去年考大学 并不如意 接着埋枪虎读 这样一本 就是说一流的大学 她未必得到 除非肯给钱 就是如果她进去清华大学读 可以的 那要给多少钱 8万元一年 没错 给钱 就可以进去清华大学 一些比较不是重点的学科 即是如果你重点的学科 你给钱都不可以 但是如果非重点的学科 你想要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銜的话 那你就可以给8万元人民币一年 学位就是这样一回事 早过了几两个星期 她去了北京 去了北京 特意去看清华大学 有梦想是好 但是清华大学出来 又有几多人有事做 心目中 有时用长途电话跟她谈 她都告诉我们 她是一个小粉红 她喜欢去北京 毕业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 去看清华 去看故宫 去看长城 当然 这个也是中国 中国共产党洗脑最成功的地方 她不觉得她毕业会无事做 她觉得只要她进到清华 这个就是她毕生的梦想 但是你看看 要饭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 我没有跟她说过些什么 好像我三哥她很高兴 不停跟我说 她的女儿有多厉害 然后我问了一个问题 那又怎样 在现在这个社会 读得书多 是不是有出路 读得书多 是不是真真正正 能够可以吐气洋味 或者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如果你在香港 我不敢说 在大陆呢 节目做到这里 拜拜